听说本来在301 皮和医院的所谓的中央常委医疗部 包括在玉泉山的紧急医疗部 特别是玉泉山和中南海 基本上把整个西山和玉泉山 这地方都做成了 习太阳的检查治理的中心 简称国家医疗安全中心 但最近听说呀 习太阳到这个医疗安全中心 去的时候就越来越多了 那说明他的身体 已经不是在他的办公室 他能料理的了 心情不好啊 听说最近连胡春华这种窩囊费 都给他叫板了 连栗战说的最好的铁哥们 也给他叫板了 安排了政协委员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这个事务上 你不让我新常委员 都给我能复制吗 大家不愿意 共产党是个黑帮 黑帮为了争夺利益 必然厮杀 习已经两次干了 对台湾不是个好事 因为这家伙疯狂之急 他会这种想愿意打台湾 但是说最近啊 对台湾的心情和冲动没那么大了 他本人啊 要打台湾的股劲 逐渐在说小 为什么呢 他的身体他感觉到是正不行了 随时嗨屁 关键是打台湾 中国经济是撑不住 所有人他自己也明白 一打台湾地方债垮了 一打台湾外资现在 血崩一样的策资啊 那会更加的 整个外资就归零了 还有更夸张的 他发现如果打台湾 很有可能造成内乱 内战那些不安分的 曾庆红啊 孟建柱啊 江家朱家的这些人 都是天天跟他喊了万岁的人 很有可能拎着家伙就上 就连他信任的北京 他也认为不安全